我们甚至有一个 那个相亲群 一百多人 都在北京 非常热心的朋友组织的 但是 就比较遗憾的是 其实这个群已经三十四年了 然后 只有两个小年轻在里面修成了正果 剩下我所知道的还有 当然是人家在 自己的小圈子里跟这个群没关系 然后有找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然后最后结婚了的 大概有那么两三例吧 剩下这些人就天天在群里面还混着 偶尔还聊聊天 有的时候我们还约住一块吃个饭 但是完全没有火花 这是最悲 这是最悲催的一件事情了 完全没有火花 你完全看不到任何两个人 碰撞出火花 大家变成了饭搭子 这个群里边的饭搭子 好像都还蛮可靠的 仅限于此 就是当你接触多了 在大家往上往下这么个年纪 然后较长时间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都不正常 都是 当然我说这个不正常 不是说贬义词 说这个贬义的不正常 而是说不同寻常 咱用一个中性的词 你一定是哪里不同寻常了 这个哪里可能是你的自我认知出现了偏差 可能是你有着与常人不同的生活习惯 你有不同的这种交友期待 你一定是类似这些地方 你有哪里是不同寻常的 要不然你咋走了跟绝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路呢 那咱们同样的说 如果把圣男圣女也叫做一个中性词的话 不带有任何贬义 那这些大龄的圣男圣女们都是不正常的 这样的这样的相亲群 你觉得里边的男女比例是多少 我觉得女生会偏多一些 偏多一些 比如说四六开 我就得三七吧 三七 你这个预想跟我自己最开始的预判是一样的 后来我发现还不止 二八吗 对的 差不多要二八左右 尤其是一线城市 刚刚我说这个基本上限于北京 这里边这个八层的女性 包括那两层的男性 她未必有着明确的旺盛的求偶需求 可能你观察不到 我现在我突然间让你说的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 我原来很明确的想法就是 现在想也来得及 我原来明确的想法就是 遇到一个我们不说 我们不说说有多么合拍的人 最起码大家聊起来不尴尬 不无聊 就是生活习惯还差不多点 能相互的去尊重一些 就可以了 我觉得就可以了 那你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 本身自我认知这一块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明朗的 但是也没有 那你说完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我该要什么 我再放第一个要求说 我找一个能过日子 能不嫌弃我的人在一起就行了 那我觉得干嘛 对啊 图什么 对啊 疯了吗 这个事说起来确实就是大了 就是真的 你包括现在的这个 女性地位也好 对吧 这种经济能力也好 她自己可以在社会立足 对吧 也有着就是各种各样的 接触外界信息的渠道能力 对吧 这些这些这慢慢都建立起来了 女性好像感觉没有那么的 非有婚姻不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